歡迎來到蝦鋼news 哇這個禮拜真的是非常厲害 上禮拜我們力推的活動 Metal Raw在Legacy 算是打平了 這個蕭大爺不用去做工了 可喜可賀 看那個照片裡面超多人 沒錯 他拍的看起來很多人的樣子 十分好 密密麻麻 我們這禮拜會有哪些活動呢 先來一個重點大整領 就是傳奇樂團 雞同秩序 我可以在這裡介紹 他十分的傳奇 因為這個每一個 每一個都是一些大老闆 像是這裡的大老闆 也是他們的鼓手 所以他叫我們再宣傳一次 沒錯 就是12月8號在台北Legacy 19號在高雄Life Warehouse 26號台中Legacy 然後16號就開賣了 所以大家準備好囉 這個東西真的是 你如果錯過這一次的話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看得到 這個東西真是非常前衛 就是他在以前的時候就已經很前衛 他到了現在還是一樣追不上 我們還是一樣追不上那些東西 跟不上這些人的腳步 沒錯 他已經放在那邊老在等了 我們老了還是追不上他 對這麼說大家都知道吧 這個是要看 如果現在不看 也許以後有可能就 也許我以後再也見不到你了 下一個回遊記 演出陣容有鮭魚飛力 感覺流派 還有麥琪麥琪還有超多 因為他的活動時間是在12月11號的下午 1點到晚上9點 就是在公館的Pipe 又在Pipe 又在Pipe 麥琪麥琪又來Pipe了 對啊 怎麼Pipe都一直辦這種超級久的活動 好厲害喔 算是這個很閒啦 對啊對啊 反正我很閒 應該是很閒 那個活動持續這麼久 想必關鍵槓的體力也是很好的吧 搞不好他不會來啊 他不會來 我不知道 我亂講這兩整時間其實沒有 沒有什麼特別的關係 對 接下來是Shoot Up Shoot Up 對 2021首張專輯 Time to go巡迴開眼了 他們真的是這一次 錄的專輯錄得非常好 我聽說他們一開始 就想要爛爛錄 結果錄得越來越好 真的是一巴不可說 爛爛錄 那真的是一巴不可收拾啊 爛爛錄 那個演出時間是12月11號 在迴響音樂文藝工作展演空間台中 12月12號在台北的Pipe 又在Pipe 又是Pipe 然後12月17號在高雄Livewarehouse 12月18在台南的TCRC 哇他們巡演市場啊 哇簡直就是十分的厲害 對啊 如果想要近距離的觀看的話 可以去TCRC那個地方你就可以伸手 直接觸摸到SHEW UP的人 對沒錯 你摸他的那個很大隻的 這個叫做是這個薩克斯風啊 簡直就是有金屬感 是啊 就是這樣來的 接下來一個很重要的活動 校友會集結 哇校友會啊 對啊 參演的樂團也有 SuperNapkin Berry High 午休失眠 然後Berry High是很久不見 很久不見的一個樂團啊 嗯沒錯 然後開槓的校友有樂手巢 Alien Rabbit Sucker My Fuck Cartic 他們是誰 他們是Suck My Fuck 哈哈哈哈 好喔 反正就是他們好像是會賣效果器 然後會有那個林同學樂團的 林康喬先生 對上去試用 還有Blue Band的這個貝斯手 叫做是這個阿魯 會在那邊敲錘子 對 來拍賣 如果你買到了他就會說一次兩次 是哪收奧 還是會講什麼 我不知道他會講什麼 成交 我真笨 然後12月11號的下午 一路到晚上再延伸音樂 對他 我猜他賣不掉 等下之後最後又再把他拿出來 再賣一次 所以他才沒有寫結束時間 就是賣到完為止 對啊 效果器這麼多顆要怎麼賣完了 對 再來是東風音樂祭 哇東風音樂祭 真的跟我們淵源十分的深厚啊 聽說我們兩個人都要上去主持 這個東風音樂祭的這個節目是吧 好像是 對我們除了演出之外還要再演出 簡直就是要拿兩份錢才夠 你有錢喔 沒有吧 哈哈哈哈 好啦 然後演出陣容 有這些值 12月11 12 12月18 19 就是在新竹的風賴房 哈哈哈哈 進入新歌的環節 由崔露和Fit Alpha借一部說的話 這個聽天湯的Alpha 這個在裡面的聲音十分的優美 跟他平常的聲音一樣的優美 我看他發文寫 他說崔露他大概兩天就把歌詞寫完 然後Alpha他畫了兩個禮拜 那個每個人對這種歌曲的感觸是不一樣的啦 就是他可能在這個最需要的時候就把他寫得出來 真的是這個算是偶心力寫之作 沒錯兩個藝術家這樣激盪的作品 請大家聽聽看 聽聽 然後他影像是跟 對 因為我看那個MV看起來就是 看見台灣裡面的一些畫面 算是這個 他是不能只有我看見 不能只有我看見什麼呢 不能只有我看見台灣的美 沒錯他這個歌詞裡面就提到很多 新竹的風 宜蘭的蔥 還有好多好多 沒錯沒錯 新竹風 宜蘭蔥 真的是十分的拉風 對 家喻喔 畢竟他是獵王啊 是啊是啊 看一首棉腦 全新創作EP 幫脫屋 不是鳥托幫也不是烏托幫 是幫脫屋喔 沒錯沒錯 飆心立意的人們 我跟你講 他們也是一些好朋友啦 就是很久以前就開始玩這個棉腦 這個樂團 裡面的組成有來自 Everfall的鼓手李亮營 還有一個叫做 莉莉舟他說的 陳大慶 還有沒有在哪裡的 顧夢瑤先生 你認識好多人 當然 畢竟我在這裡混很久了 的確是 然後除了之前有介紹過 一首和路比廢頭合作的歌曲 這次還有一首是和南希肯恩合唱的歌 下一首 庸俗舊星首張專輯 末日倒數的庸俗季 庸俗舊星其實也是老朋友 其實是30萬年老虎前的重組的樂隊 所以他們一出來就是造成的轟動 也是算是一出來就是當紅的 出道極巔峰非常厲害的一個樂隊 新專輯 北中南巡迴也對12月5號開跑了 大家可以持續關注 他們開跑 我們就開追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下一首歌 烏橋油水 Fit Leggy的戀愛腦少女 Demo 這個我剛剛聽的 那個女生的聲音是非常的甜 很Pure 可能就是來自台南 有可能 然後他說這首歌有兩個版本 然後還有錄音室那個影像版 哇 我剛剛看的是這個錄音室的這個版本 算是一個 非常的清新的一個音樂 沒錯 沒有什麼過多的其他的花花草草花邊 沒有就是專注的在拍他唱歌的樣子 沒錯 看起來非常的好看 有趣的是 本週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就是有一個大計畫 聽說滾石壯樂隊了 因為今年是滾石的40周年 所以他們邀請了 對邀請了40個樂團來重製他們 滾石以前發過的那些很讚的歌曲 對我跟你講就是滾石找了一大堆樂團 來改編他們以前的歌曲 像是什麼陳啟珍 還有什麼張正月之類的 就是那些東西 然後讓樂團來詮釋這些東西 然後有找了哪些樂團呢 都是大咖 落日飛車 831 無管合作社 老王樂隊 Dekka Jones 還有最小咖的 還有傷心欲絕 對就是傷心欲絕 每週上架5首全新單曲 然後分8週 40個樂團還會上Podcast 然後來講一下他們創作 還有重製歌曲的經過 還有什麼什麼那都是在這8週發出來 哇簡直就是好緊密啊 是啊大家有興趣要注意 再來2021大團誕生 人氣四強已確認有溫溫 溫氏雜草 庸俗舊心 烏橋悠水 還有溫定漫步 哇雙溫都進入了四強啊 這個簡直就是這個朋友非常的多啊 不知道他們兩團是不是都很認識彼此 好像沒有 我覺得他們應該都很 畢竟溫氏雜草很韌性啊 那幾個十分的韌性 好的以上就是本週的蝦缸news 掰掰 各位朋友 假如你們喜歡我們本週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給你爸爸媽媽 還有弟弟妹妹喔 哎而且不要忘記了 那個我們螢幕上面 右下角有個小鈴鐺 不要忘記開啟它 這樣你就可以 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 See You 你